甲状腺癌是目前全世界成长速度最快的癌症之一 而大多数的病人的愈后良好 因此在接受完整的治疗之后 病友的存活率可以用10至20年以上来计算 而台湾每一年接受甲状腺癌手术并有约5000人左右 而未来对于甲状腺癌及早诊断与长期追踪 是内分泌领域当中最重要的课题之一 内分泌器官当中有非常多跟免疫相关的条件 因此在过去就发现甲状腺疾病当中 不论是从甲状腺的癌症 或者甲状腺机能抗进 或者自体免疫的低下 的确女性的发病率比男生来得高一点点 长期的声音沙哑 刚刚提到的肿瘤的部分的话 那个必须依赖于个人的自我察觉 那健检的话我刚刚提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部分 因为目前越来越多的是属于小的乳突癌 甚至于有可能小于1公分 甚至于0.5公分左右 甲状腺肿瘤分为良性跟恶性两种 以甲状腺癌恶性来说 大概有60%左右是乳突状癌 通常耗发在女性 尤其是40岁以上的女性要特别的注意 这几年随着很多癌症 都有越来越年轻化的趋势 临床上偶尔也会有年轻女性 罹患甲状腺乳突癌 因此有家族史的病人要特别小心 甲状腺癌的本身治疗 还是以手术 以及手术后可能的同位处放射 点一三一治疗为主 那么在过去的经验当中 其实临床上面第一次开刀是非常重要的 第一次开刀对病人 他的一个肿瘤大小的确认 以及淋巴结是否转移 做临床的分歧 会决定病人后来治疗的模式 甲状腺乳突癌 是甲状腺癌里面最常见的一种分型 那他也是育后最好的一种甲状腺癌 那他发现的话 原则上是以颈部的肿瘤为主 那目前的话 由于检验方式的进步 所以比较多的病人 是属于在健检的时候 发现异常的结解 那一般结解里面小于5%是癌症 那乳突癌的话 大概占里面的七八十%左右 那预后是良好的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 只要藉由适当的治疗 都可以得到非常好的预后 甲状腺癌没有症状的颈部肿块 为最常见 那他有可能会像是 这个肿块快速的长大 或是合并 其他像是杀牙 或是吞咽困难 就是呼吸困难等等症状 医师指出 甲状腺癌 55岁以上 可能奇数就比较偏高一点 这是分类上面 要注意的事情 代表预后年龄 是个重要因子 过去的研究显示 糖尿病的确是许多癌症 好发的一个慢性疾病 那各种慢性疾病 统计数字都有报告过 那国内外有不同的一个研究 显示说糖尿病跟甲状腺癌 是不是有直接的相关性 但就基转上面是没有 不过糖尿病本身 它是一个各种癌症 好发的族群 这个疾病是毋庸置疑的 台大内科部副主任 王志源教授不讳言 甲状乳突癌 是所有癌症当中 病人存活时间 大概与一般人非常接近 因此一旦确诊会是终身追踪 不可轻忽 TVBS新闻 陈如环 蒋志伟 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 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小铃铛